次日清晨,王婆收拾房内干净,预备下针线,安排了茶水,在家等候,且说五大吃了早饭,挑着袋自出去了。那妇人把帘挂了,吩咐迎儿看家,从后门走过王婆家来。那婆子欢喜无限,接入房里坐下,便浓浓点一盏胡桃松子泡茶,与妇人吃了。 妈的桌子干净,便取出那捐筹三匹来。妇人量了长短,裁得完备,逢姜起来。婆子看了,口里不住喝彩道,好手段,老身也活了六七十岁,眼里真的不曾见这般好真指。 那妇人逢到日中,王婆安排些酒食请她,又下了一炷面与那妇人吃,再奉一气,姜四碗来,便收拾了生活,自归家去。 恰好五大挑袋进门,妇人拽门,下了帘子,五大入屋里,看见老婆面色微红,问道,你哪里来?妇人应道,便是尖闭干娘,仰我做送中衣服,日中安排些酒食点心请我吃。 五大道,你也不要吃她的才是,我们也有殃及她处,她便邀你做得衣裳,你便自归来吃些点心,不值得什么。 便搅扰她,你明日再去做食,带些钱在身边,也买些酒食与她回礼。 常言道,远亲不如近邻,休要失了人情,她若不肯叫你还礼时,你便拿了生活来家,做还与她便了。 正是,阿母牢笼设计深,大郎鱼鲁不知音,带钱买酒愁奸诈,却把婆娘自送人。 妇人听了五大言语,当晚五话。 次日饭后,五大挑戴出去了,王婆便学过来相请,妇人去到她家屋里,取出生活来,一面缝来。 王婆忙点茶来与她吃了茶,看看逢到日中,那妇人向秀中取出三百文钱来,向王婆说道,干娘,奴和你买盏酒吃。 王婆道,哎呀,哪里有这个道理? 老神殃及娘子在这里做生活,如何将娘子到处前,婆子的酒食不到吃伤了理。 那妇人道,却是酌夫吩咐奴来,若是干娘见外食,只是将了家去,做还干娘罢了。 那婆子听了道,大郎直嫩的小事,既然娘子这般说时,老身且收下。 这婆子生怕打搅了事,又自天前去买了好酒好食来,殷勤相待。 看官听说,但凡世上妇人,有你十分精细,被小叶纵十个九个啄了道。 这婆子安排了九十点心,和那妇人吃了,再缝了一些,看看晚来,千恩万谢归去了。 话修续翻,第三日早饭后,王婆只张五大出去了,便走过后门守教道。 娘子老身大胆,那妇人从楼上应道,奴却带来也。 两个私见了,来到王婆房里坐下,去过生活来缝,那婆子点茶来吃,自不必说。 妇人看看冯道享五前后,却说西门庆巴不到此日,打选衣帽齐齐整整,身边带着三五两银子,手里拿着撒金串扇,摇摇摆摆敏敬王子时接来。 到王婆门守,便咳嗽道,王干娘,连日如何不见? 那婆子乔科,便应道,误得谁叫老娘?西门庆道,是我。 那婆子赶出来看了,笑道,我只道是谁,原来是大官人,你来得正好,且请入屋里去看一看。 把西门庆袖子只一脱,脱进房里来,对那妇人道,这个便是于老身衣料施主官人。 西门庆睁眼看着那妇人,云环蝶脆,粉面生春,上穿白布衫,桃红裙子,蓝笔甲,正在房里做衣服,见西门庆过来,便把头低了。 这西门庆连忙向前屈身畅诺,那妇人随即放下生活,还了万福。 王婆便道,难得官人与老身断皮仇捐,放在家一年有余,不曾得作,亏杀邻家这位娘子出手与老身做成全了, 真个是不羁也似好针线,缝得又好又密,真个难得,大官人,你过来且看一看。 西门庆拿起衣服来看了,一面喝彩,口里道,这位娘子传得这等好针旨,神仙一般的手段。 那妇人低头笑道,官人修笑话。 西门庆顾问王婆道,干娘不敢动问,这位娘子是谁家宅上的娘子? 王婆道,你猜。 西门庆道,小人如何猜得着? 王婆哈哈笑道,大官人你请坐,我对你说了吧。 那西门庆与妇人对面坐下。 那婆子道,好叫大官人得知吧,你那日屋檐下走,打得正好。 西门庆道,就是那日在门手插竿打了我的,倒不知是谁家宅上娘子。 妇人分外把头低了一滴,笑道,那日奴物冲撞,官人休怪。 西门庆连忙应道,小人不敢。 王婆道,就是这位,却是兼闭五大娘子。 西门庆道,原来如此,小人失瞻了。 王婆阴望妇人说道,娘子,你认得这位官人吗? 妇人道,不识得。 婆子道,这位官人便是本县里一个财主,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,叫做西门大官人,家有万万贯钱财,在县门前开生药铺。 家中钱过北斗,米烂成仓,黄的是金,白的是银,圆的是猪,放光的是宝,也有犀牛头上脚,大象口中芽。 她家大娘子,也是我说的梅,是吴谦护家小姐,生得面临百丽。 阴问,大官人,怎得不过贫家吃茶? 西门庆道,便是家中连日小女友人家定了,不得闲来。 婆子道,大姐有谁家定了,怎得不请老身去说梅? 西门庆道,被东京八十万进军阳提都庆家,陈宅定了。 她儿子陈静记,才十七岁,还上学堂,不是也请干娘说梅,她那边有了个文嫂来陶铁,俺这里又使常在家中走的卖翠花的薛嫂,同坐宝山,说此心事。 干娘若肯去,到明日下小茶,我使人来请你。 婆子哈哈笑道,老身哄大官人耍子,俺这梅人们都是狗娘养下来的,他们说亲时又没我,做成的熟范儿怎肯搭上老身一分,长言道,当行呀当行。 到明日取过了门时,老身胡乱三朝五日,拿上些人情去走走,讨得一张半张桌面,倒是正经,怎得好和人斗气。 两个一地一句说了一回,婆子只顾夸奖西门庆,口里假草,那妇人便低了头逢针线。 水性从来是女流,被夫常与外人偷,今年心爱西门庆,淫荡春心不自由。 西门庆见今年有几分情义欢喜,恨不得就要成双,王婆便去点两盏茶来,第一盏西门庆,一盏与妇人。 说道,娘子相带官人吃些茶,玄佑看着西门庆,把手在脸上摸一摸,西门庆已知有五分光了,自古风流茶说和,酒是色眉人。 王婆便道,大官人不来,老身也不敢去宅上相请,一者远法壮裕,二者来得正好。 常言道,一刻不凡二主,大官人便是出钱的,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,亏杀你这两位施主,不是老身陆其相凡,难得这位娘子在这里。 官人豪与老身做个主人,拿出些银子买些酒食来,与娘子交交手,如何? 西门庆道,小人也见不到这里,有银子在此,便向铁袋里取出来。 约有一两一块,递于王婆,交备半酒食,那妇人便道,不消生寿,口里说着,恰不动身。 王婆接了银子,临出门便道,有劳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,我去就来。 那妇人道,干娘免了吧,却亦不动身,王婆便出门去了,丢下西门庆和那妇人在屋里。 这西门庆一双眼不转睛,只看着那妇人,那婆娘也把眼来偷缩西门庆,又低着头做生活。 不多时,王婆买了建成肥鹅烧鸭,属肉鲜炸,细桥果子,归来金把盘叠成了,摆在房里桌子上。 看那妇人道,娘子且收拾过生活吃一杯酒,那妇人道,你自陪大官人吃,奴却不当。 那婆子道,正是专与娘子交手,如何却说这话,一面将盘转却摆在面前。 三人坐下,把酒来针,西门庆拿起酒盏来道,干娘相待娘子满饮几杯。 妇人谢道,奴家量浅,吃不得。 王婆道,老身得知娘子红饮,且请开怀吃两盏。 那妇人一面接酒在手,向二人各道了万福。 西门庆拿起柱来说道,干娘替我劝娘子歇菜,那婆子捡好的递将过来与妇人吃。 一连蒸了三寻酒,那婆子便去烫酒来。 西门庆道,小人不敢动问,娘子青春多少? 妇人低头英道,二十五岁,西门庆道,娘子倒与家下见内同耕,也是耕臣鼠龙的,她是八月十五日子时。 妇人又回应道,将天比地折煞奴家。 王婆便插口道,好歌精细的娘子,百灵百利,又不枉作得一手好针线,诸子百家双路象棋,折牌道字皆通,一笔好血。 西门庆道,却是哪里去讨? 王婆道,不是老身说是非,大官人宅上有许多,哪里讨得一个似娘子的? 西门庆道,便是这等,一言难尽,只是小人命薄,不曾招得一个好的在家里。 王婆道,大官人先投娘子须也好。 西门庆道,休说,我先妻若在时,却不嫩得家无主,乌到树,如今身边网自有三五七口人吃饭,都不管事。 婆子曹道,连我也忘了,没有大娘子得几年了。 西门庆道,说不得,小人先妻尘世,虽是微末出身,却道百灵百利,事件都替得我,如今不幸他没了,已过三年来,今既取这个剑类,又常有疾病。 不管事,家里的勾当都七连八道,为何小人只是走了出来,在家里时便要怂气。 婆子道,大官人,休怪我直言,你先投娘子并如今娘子,也没这大娘子这首针线,这一表人物。 西门庆道,便是房厦门也没这大娘子一般风流。 那婆子笑道,官人,你养的外宅东街上住的,如何不请老身去吃茶? 西门庆道,便是唱慢曲儿的张西春,我见他是陆奇人,不喜欢。 婆子又道,官人,你和沟兰中李乔儿记长久。 西门庆道,这个人见金于起在家里,若得他会当家时,自测证了他。 王婆道,与卓二姐却相交得好。 西门庆道,卓丢不要说起,我也娶在家坐了第三房,近来得了个细节,却又没了。 婆子道,耶乐,耶乐,若有似大娘子这般众官人义的,来宅上说,不妨是吗? 西门庆道,我的爹娘拒已没了,我自主张,谁敢说个不字。 王婆道,我自说要,急切便哪里有这般众官人义的。 西门庆道,做什么便没,只恨我夫妻缘分上包,自撞不着理。 西门庆和婆子一地一句说了一回。 王婆道,正好吃酒却又没了,官人休怪老神拆拨,买一瓶酒来吃如何。 西门庆便向携带内,还有三四两散银子,都与王婆,说道, 干娘,你拿了去,要吃时只顾取来,多得干娘便就收了。 那婆子卸了起身,缩纳粉头时,三中九下肚,哄动春心, 又自两个言来语去,都有意了,只低了头不起身。 正是,言义没情足未休,因缘相凑欲风流, 王婆贪慧无他计,一味花言巧舌头。